最近有媒体爆出东风快递官宣内容 东风家族在天新成员 连美国都称它为致命危险 这位新成员到底多强 东风家族包括我国近程 中程 远程的洲际导弹 因其射程远 精准度高的特点 一直属于我国的大杀器 而火箭军也曾在宣传片中喊出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的口号 足见我国对东风导弹的强烈自信 日前有媒体爆出东风家族在天一位神秘新成员 并且首次公开了新型机动助推滑翔导弹 模拟CG演示动画 经过分析认为 这很可能就是一直未曾露面的东风一期 东风一期采用高速滑翔机动弹道 并且高超音速滑翔技术使其进入大气层之后 能进行连续变轨 之后轨迹不再具有预测性 想担截无疑难如登天 最重要的是它还能携带核弹头 加上其无视反导系统的特点 杀伤力再次成几何增长 甚至有预测结果称 三枚东风一期便可以打沉一艘航母 八枚可以灭掉一个航母舰队 堪称航母杀手 敌服其尸 据悉早在2017年 东风一期就进行过两次试射 从甘肃九泉发射到新疆的巴掌 飞行距离达到1400公里 目标精度在几米以内 至于它的最大射程 预计在1800公里到2500公里之间 而军方预计2020年 东风一期将正式服役 相信随着几年的改进 东风一期性能已经趋于完善 高超音速飞行器和助推滑翔弹道概念 在二战期间就被提出过 只不过由于当时技术限制 一直难以真正实现 而如今随着科技进步 中国已经在此领域先拔脱筹 为此美国相当重视 虽然美俄都在近几年进行过研制 但是一直未进行试验 进度依旧缓慢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 甚至明确宣称 弹道导弹助推器提供的高超音速滑翔器 是一个新兴的威胁 将对导弹防御系统构成新的挑战 此次官方消息虽然没有详细数据 但是2020年预计服役器已经快到了 更多的细节也将爆封 到时候我们将一旦东风家族 置为新成员的身为 而东风一期配合像北斗这样的战略辅助 东风便能直到哪打到哪 专家更是声称 一小时内可以打击到美国任何地方 今后谁也不敢小区 东风快递的打击能力 对吧